虚假的蜘蛛 真实的蜘蛛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 在我的世界里面有一种会爬墙的生物,蜘蛛 在夜晚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蜘蛛会主动攻击玩家 而当它的攻击目标位置比较高时 蜘蛛就会发动它的特殊能力,爬墙 爬到高处去攻击玩家 这对于一些以为垫高就可以无敌的新手是有比较大的威胁的 但实际上你们也看到了,这是蜘蛛的AI十分呆板 作为一个会爬墙的生物,它的爬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爬 而是在靠近墙壁的时候树枝上升 和在坐电梯一样,就呆得离谱 甚至还经常会从高处掉落下来而扣血 而如果在往上爬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方块把它给挡住了 这只蜘蛛就会和你们玩游戏玩到一半突然被喊去吃饭一样 进退两难,直接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设定 用一个简单的十字平台把蜘蛛卡在脚底下 欺负的就是这些AI极其智障的生物 那么真实的蜘蛛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蜘蛛肯定会爬墙 而且一定不能像原来那样非常呆板的爬墙 在靠近墙壁的时候,蜘蛛的身体要倾斜过来 然后在爬上墙的时候直接和墙面平行 而不是电梯式上升 它在墙面上应该有和地面一样的速度 可以追踪到任何没有把自己封起来的生物 甚至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十字平台 蜘蛛也可以非常轻松地爬上去 我们还可以把平台再扩展一下 蜘蛛的角就和吸盘一样可以站在任何的墙面 包括让自己倒挂在墙壁上 直接和在平地走路一样爬到上面去 我们如果在洞穴中遇到蜘蛛 它们可以带来的威胁就更大了 在挖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留下1乘2的矿道 蜘蛛甚至可以在矿道中沿着树直的缝隙斜着爬过来 就非常恐怖 那么现在蜘蛛的AI更加智能了 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再给它优化一下 这个蜘蛛2.0的模组 其实是可以兼容Mobens模组的 也就是更多弯曲模组 更多弯曲模组给游戏里的很多生物 包括玩家都提供了更好的模型和动作 让肢体不再像原来那么僵硬 像僵尸、小白还有狗狗等等 而在这个模组下的蜘蛛 每只脚都可以移动 看起来好像移动速度都会变快不少 有的时候还会搓一下最前面的两只脚 再搭配上蜘蛛2.0的AI 它在墙壁上走的时候看起来就更加真实了 然后光影一开 天色一暗 BGM一变 我的世界直接变成恐怖游戏 可待劲了 我们还可以把蜘蛛爬满整个树干 这酸爽 要是现实中看到这个东西 我直接吓得飞起来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和评论关注 那么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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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